艾菲尤老师 我们也来分析哪些星座的女人 她生意做得再大再好 她也是要有个伴 给大家参考太阳已经上升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 是巨蟹座的女人 生意做得很大 但身边一定要有一个伴的原因是 巨蟹座的女生 其实就是想要被照顾 而且是渴望幸福 她总觉得创业或者是工作 只是人生当中的 其中的某一段时间的经历而已 最终她还是希望能够回归家庭 回归婚姻 或者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一个情人的陪伴 所以对巨蟹座的女生来讲 事业的这个努力 可能只是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份打拼而已 最终的梦想 她仍然是期待爱情以及家庭的幸福 这她才是觉得她最可贵的一个价值 在我们看电名的部分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一个星座的女生 做生意很重要 但是依然是希望在爱情当中 有一个人的陪伴 是天秤座的女生 她觉得说在工作之余 如果每天下班能够找到一个人 能够懂我 工作之后能够有人能够互相扶持的话 这样的生活才是一个圆满而完整的 所以对天秤座的女生来讲 工作她觉得工作跟爱情 它是需要能够双方面都能够平衡的 不能够生活当中只有工作 她觉得是说在下班之后 或者在周末时间 如果能够有一个人能够懂我 能够陪我一起去解决工作上的事情 这一种互相扶持的生活 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在我们看第一名的部分 太阳上升如果是双鱼座的女生 在做事业之外 她们也是非常渴望有一个人 能够陪伴的原因是因为 她们希望能够有人可以杀娇 而且她们最终是想要爱情的 对于双鱼座来讲 大家可以从她们的星座图层 来去思考一下 她们有两只鱼 一只鱼可能思考的是金钱 思考的是事业 但是另外一只鱼 绝对思考的是幸福 思考的是爱情 所以对于双鱼座的女生 事业拼搏的再大 或者是最终能够成为首富 但是她们仍然是希望 自己在爱情当中 有一点点经验 有一点点经历 或有一点美好的回忆 这个部分她才是觉得 人生当中是美满而且幸福的 那么有上榜的巨蟹座 天秤座以及双鱼座的女生 都是希望有好的事业之后 能够也有幸福的婚姻 这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